这个主题我们要介绍原子鬼域 破的氢原子理论虽然引进了主量子数 还有稳定态的观念 并且经由电子在不同人间之间的要签 成功解释了氢原子官谱 但是破的氢原子模型还是有缺点存在 我们看A点 破的原子模型只可以适用氢原子或者氏氢离子 对于多电子的原子人间无法准确的预测 氢原子只有一个电子 氏氢离子也是只有一个电子的离子 比如说氦离子 氦本来两个电子失去一个电子正一 只剩一个电子或者离正二 或者皮正三 这些都只有单一个电子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多电子原子的时候 因为电子跟电子之间都带负电 它们会有次力 所以要比较人间大小的时候 就会比较复杂一点 后面我们会介绍 第二个缺点B点 拉塞浦跟Pol原子模型都是认为原子内的电子沿着一定的轨道做云周运动 就像火车在铁轨上运行一样 但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 我们发现电子在河外不是循着一定的轨道做圆周运动 所以量子力学是用几率的方式来描述电子出现的行为 好这边我们再提醒一下 这个做圆周运动 主要是来自原子和对电子的吸引力 就库仑静电力 感谢观看